哈哈哈哈 經過了一天半的交通之後 我終於由香港來到第一個目的地 大坑旗了 這次行程主要有三個景點 第一,大坑旗 第二,佛舖 第三,龍飛旗 全部都是位於日本本州最北的角落 交通上都比較間接 其中我現在身處的大坑旗 就是三個之中最北的地方 特點就有三個 吞拿魚 因為它遙望著北海道 中間就有一條水流很急的海峽 現在十月這個冬季 剛剛就是吞拿魚游到來的時候 水流那麼急,令到它的肌肉和脂肪都很肥美 可能你會有一個問題 吞拿魚其實整個日本都有得吃 大坑這裡有什麼特別呢 它有一個當地人很特別的釣吞拿魚的方法 叫做一本釣法 簡單說就是用一條繩一個勾 就這樣好像搓墨魚一樣搓吞拿魚 而佛舖就是沿岸的一個長年受到海風侵襲 岸邊的絕壁、石頭 侵蝕成很獨特的形狀 最後龍飛旗 那裡就有一個龍飛旗的燈塔 還有一條很特別的階段角度 那其實就是公路來的 這條公路就不是被人走的 而是因為當年有些工程上的失誤 結果就變了一條人走的路 所以它就是一條日本本州 最北的人走的高速公路 更加不再說就是三個地方都盛產 這個坑布和吞拿魚 亦都出產過為數不少的日本一架 剛剛看到有漁船賣岸 應該就是有漁獲 立即就給那邊的壽司舖 好,大間旗 由於是最北的關係 所以它跟北海道的距離是最近的 都有一架船連接 大間和鹹館 也叫大鹹苑 在剛才那個本州最北的柱 看過去對面 看過這個燈塔 就會看到北海道在對面 近到幾乎可以摸到 這間就是今次住的酒店 大間酒店 這裡每間店都是大間的 今天是Day4 我們離開了大間 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叫佐井村 然後就會去第二個景點 佛舖 經過大約半個小時的船程 就會來到佛舖 好了 這裡有一條整好的步道 有12個不同的石頭景點 我們只有半個小時可以周圍走 所以就要盡快 大虎 最新的水 której 做過大10 它 раст錢 高揚 為 Herz 現在回到左井村 這條名符其實只是一條村 主要的機能都是環繞在佛舖觀光和清深的船 待會大概12點半就會坐一艘船 然後回到清深 今天為什麼特別靜呢? 剛好遇到日王職位還是換位的典禮 所以是一次性的全國假期 換言之可能大家還在睡覺和還沒開店 其實下北郡大家也可能想像得到一個鄉下的地方 其實幾個小鎮都是老人城市 所以其實放假不放假 對他們來說都沒有什麼大分別 都是不會去太遠的地方 可能一早起床就自己做早餐 出來走啊 然後就回到家 如果大家不想這麼匆忙的話 其實住的選擇呢 本村都有幾個的 而這些呢 其實就是大概30分鐘車程之內都到的地方來的 好,第五 我們現在來到最後一個景點 龍飛騎 昨天由於已經回到清深的關係 所以來龍飛騎有兩個交通 第一 你可以坐JR去到最多的一個站叫三技 坐那個津興線 好像是 那裏再轉一輛Local的巴士 一小時停一班 其實不複雜的 就可以來到這裏 另外就是可以住這裏的酒店 請他們載你過來 那我是選擇了後者 這次主要有三個地方要看 第一就是街段國道339 它是一條車行島的高速公路 第二就是龍飛騎燈塔 第三就是清涵博物館 清深和鹹館中間有一段JR 就是在龍飛騎這裏開始挖下去 建造隧道 有一個博物館 大家可以走到當年挖掘的工地看 前幾天去那個大姦旗 說是本州最北的地方 但事實際上最近北海道是龍飛騎 你看看 其實看到的北海道 鹹館山就是這裏 是大很多的 而這邊看過去 就是我們早幾天去過的 大姦旗 佛浦 下北那邊就是那裏 那裏就是龍飛 飯店 這裏有一條橋叫龍建橋 我看到兩個龍頭 我們走過去看看對面是什麽 我們先走 我剛剛走過橋 就會走到這個庭園 看到有一個 游泊道的入口 我現在也有了 我現在是那裏 我現在是在墨園 我已經看過某一個 其它 tête的地方 我也可以走過去 好然後買回來 你在那裏教室 我現在真的很想走 我今後就有一個 我現在是不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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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不恨人了 今天來到Day6 今天的重點項目就是一個清涵鐵路隧道工程紀念館 它分了兩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有一個展館的部份 會展出一些當年的歷史 由陷探開始到真的興建到興建好 用什麼道具 坑道裡面有什麼設施 另一部份就是去到一個龍飛海底車站 它是一個海底的站 已經廢棄了 讓人們下去看看當年起隧道的情況 現在就下去看鹽坑道 即是地底龍飛站 我們現在身處海底140米之下 前方應該是工程繼續進行中 所以就不讓人進入了 剛剛沿途走過來就是介紹一些 例如當年工人用什麼工具 中間這條清涵的隧道 都是發生過很多嚴重事故 停了建築十幾年 之後等技術再成熟 再陷探多些 才繼續開始這個工程 所以其實由正式開始 說我要建一條隧道 到真的通車 即是去年的事 其實中間是隔了幾十年 現在面前見到這個龍飛館 就是龍飛旗這裡的觀光 資訊中心 其實它以前是一間旅館 之後沒有用藥干八年 就在這裡改建了 做一間資訊中心 裡面主要是介紹龍飛這裡的古今 O谷旅館 都是以前誰住在這裡 是一些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這樣 接著來到龍飛最後一個景點 就是昨天黃昏劍島的大島 這也是博文島的貼紙 謝謝你 我們自己設計 正方說 有些東西 disp你也有一些 就是這個風貴 送到最後一陣子 我們還是一會 請按一束 頂賢